银杏台风 今天11月6日清晨2点 位于俄罗比东南方 640公里海面上 向西北溪进行 各国预测 接下来将转西 通过菲律宾旅送岛进海 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 银杏在11月8日进入南海 接下来不确定性加大 目前模拟银杏已不清台 秋台共半效应也偏弱 虽然台风不清台 不过8日到12日 北部东半部水气增多 有局部短暂雨 其中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及东半部 留意局部大雨 新竹以南晴朗稳定 各地气温略回升 北部仍偏凉 银杏台风昨日生成 最快今日增强为中台 银杏今日凌晨20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 持续往西北方向前进 是否对台造成直接影响 人待观察 前中央气象局长郑明点 在脸书表示 银杏台风近中心的云系 旋转特征明显 强度在缓慢增强中 依目前的前进方向 将遭遇一波冷高压 但因这波高压的移动速度不慢 所以两者的互动 还有一些变数 证明点说 目前气象署官网资讯认为 银杏台风 最可能的情况是 先往西北 然后转向西 通过巴士海峡 气象署 5日凌晨20的台风 路径前市 预报显示 银杏台风 将在明日 转向改为朝西方前进 将通过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 不会登陆本岛 对台湾造成直接影响 今年的确气候直征的 有一点异常 为什么到了11月 都一直有台风 正常来说发展起来 那应该也都往旅宋岛走 但却没有 为什么 因为最重要就在于说 北方的冷高压 还没有整个完全的南下 现在的台风系统 就有机会再往 比较偏北的方向移动 所以这个部分呢 礼拜四到礼拜五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 康瑞台风上礼拜才刚走 有许多地方都还在复原当中 但是中央气象署 今天又发布 轻度台风引进深沉的消息 让人不禁好奇 怎么到了11月 台风却像是说好了一样 一个接着一个深沉 那到底又会对台湾 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来听一看气象主播戴笛刚怎么说 所有忠实新广网的朋友 大家好 到了11月这个时候 你一直听到台风 台风 台风 有没有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到了11月都一直有台风 今年的确气候直征的 有一点异常 因为在这个太平洋面上呢 也就说我们所谓的台风窝 关岛那附近 也就那个地方的海温的部分 仍然偏高 但是呢 现在整个大环境的风场 反而适合那边的 低压系统的发展 但正常来说发展起来 那应该也都往旅宋岛走 往旅宋岛南边的岛屿去走 但却没有哦 他们都往北边飘上来 为什么 因为最重要就在于说 北方的冷高压 还没有整个完全的南下 现在这个时候 刚好就在我们台湾的 大约北纬20度到25度之间 这边还有一个空档区 如果太平洋高压势力没退的时候呢 相对的这些系统就有机会 开始逐渐的往北的方向移动 那我们就来讲到 在未来的话呢 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哦 北方冷高压只要偏强的时候 系统其实基本上是 到不了台湾 到不了日本的 但这个礼拜的系统 我们就要来先解析一下 会怎么走了 先注意到 目前它在关岛的附近 我们就关岛又叫台风的故乡 那在关岛附近这个系统呢 未来的走向会偏西的方向走 因为它北方是太平洋高压 走着走着 走到了菲律宾的东边的海面 我们叫菲律宾海 到了那里之后呢 开始有点往北边偏 为什么往北边 因为太平洋高压退了 高压退了之后呢 北方的冷高压递不下 所以这个礼拜 大家可以注意哦 二三四 这三天的时间呢 北方高压带下来 凉凉冷空气 中部以北晚上的温度 甚至只有在19度到20度 明显的转量 但这个高压系统呢 当它整个东移之后呢 就会 诶糟糕 又有空间出来了 什么时间点 礼拜五的时候 所以到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哦 北方如果持续有冷空气 地补下来的时候 相对的 这个系统就会持续的偏西的方向 那走巴士海峡 或者走吕宋岛的方向 往南海的方向走 可是 如果说 北方的高压系统 就像上个礼拜的状况一样 一个高压走掉 另一个高压还没地补下来的话 那就有个空间出来咯 大家记得高压就是三嘛 两个三 中间这条谷叫做三谷 如果说两个高压中间有三谷出现 那那个热带扰动系统 就现在的台风系统 就有机会再往比较偏北的方向移动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这个礼拜四到礼拜五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 它现在目前的模式预报 是都是往西边走 但还是仍然有变数的存在 所以呢 要等它确定能够通过 旅宋岛或旅宋岛北方近海的巴士海峡 而往西的话 那就对我们是safe的 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这南方 那我们就safe了 但如果说在我们的东南方海面 开始往北边飘上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了 那你问我说什么时候会影响 目前看来 大约在礼拜五到礼拜六的时候 如果说它的系统是要上来的话 时间点大概周四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端倪 所以这两天 你要特别注意的是 早晚凉 穿着要注意小心别感冒 要是呢 到了礼拜四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注意到 南边的系统 会不会是否有上来的可能性跟机会 随时锁定中时新闻网 告诉你最真实的天气变化 11月有双台 气象专家贾欣欣表示 迎信台风明天之前 往西北朝巴士海峡前进 周三以后 预测路径变得分散 不过各国官方预报 周三之后 往西去旅宋岛的机会大 因此 周三之后的路径会怎么走 不确定性高 台风会不会影响台湾 还不确定 要随时留意 最新的台风动态 贾欣欣说9日 要观察官岛附近海域 另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的发展趋势 不过11月有两个台风 其实算正常 过去历年资料显示 气候平均11月 有两个台风 最多是6个 台湾台风论坛 也在脸书指出 银信后面可能还会有 另外一个台风出现 名字叫做杰梗 预计在几天就会有雏形了 但变数更大 有种谈美 康睿的既视感 菜类真的长好 长得我们都快要没办法接受 龙絮都破百 黄公菜一斤就要130我们拿 以前那个一斤才70几块 真的很难做 我们黄猪都快要做不出来 不理哦 经常那个番茄我就买2、30块 有人买了番茄一颗多少 140 一颗吗 一颗140 你不要吓死人 140 真的吓死人 台风康睿来事汹汹 并于31号下午1点半左右 于台东线登陆 而过往只要台风来袭 菜价通常都会受到不小影响 而记者于上午来到北市万华区的 山水市场 采访在地民众 疑问之下不仅居民被菜价吓到 传统市场的摊商也是苦不堪言 我5点都会在这边喝 给了点多辣 那时候我就给这 真的很大 现在是小很多了 他本身礼拜是生意是很好啊 所以今天生意还是 你是不是觉得好 一般般吧 不会都差很多啊 这一阵你生意会这么不好 菜价不要太高 一条苦瓜 台风天七八十块 一条苦瓜台风天 一条苦瓜台风天 一条真的200块 有三倍高 苦瓜喔 对 苦瓜一条应该 120上下 120上下 对 120块上下 没有因为受台风的影响有涨价 哦没有勒 台风应该是可能下礼拜 比较会有影响比较多 因为这几天卖的都是提早收成的 哦 对对对 可能下礼拜影响会比较多 老实讲现在菜价的 平均价格已经比上半年都贵了 嗯 对但是 台风天 这两天是没有什么 涨太多 生意有比平常再冷淡一点 对对对 比较没有人 本钱一斤就要100块了啊 对现在苦瓜超贵的 一条差不多 100块左右 这种普通差不多60几块就 因为最近苦瓜真的量很少 所以它比较贵 嗯 好50 生意有受影响吗 今天台风 今天没有人 你看都没人啊 差很多 差昨天差很多 大概差几成 差差不多六成 我们有主顾客买啊 我们是为了主顾客啊 那这波台风啊影响最多 涨最多的是哪一个类的蔬菜啊 蔬菜类真的长很多 真的长得 长得我们都快要没办法接受 像龙絮都破百啊 皇宫菜一斤就要130我们拿 啊所以我们真的很难卖 以前那个一斤才七十几块啊 像昨天客人来买就说啊怎么那么贵 像我们昨天皇宫一斤就拿130了 北龙他那边菜价就是那么贵啊 所以我们现在是很苦战啊真的 不好做真的很难做 我们皇宫都快要做不出来了 那海鲜有受影响吗 有啊啊但是还好啦 我们这样一个都不变 应该是现在还没有 或许明天后就是比较不容易拿 因为水那个长起来就不好抓啦 假如说会很长架 我们就不会挑战 你再假如说不长架 我们都不会挑战 哦哼哼 你刚刚买了什么 让你觉得好像很贵啊 你猜这个多少 150 150 平常都是60块就可以买到 现在就贵到这样 那个高丽菜我不敢买 高丽菜一半就两百多 六百六谁敢买 真的是这几天啊 买菜在这边买菜真的是贵 贵起了 然后那个什么番茄啊 平常那个番茄我就买的时候 二三十块 所以说有时候买了番茄一颗多少 140 一颗吗 嗯 一颗140 你不要吓死人 140 真的吓死人 菜这都很丑 你也开了一点都比较贵啊 都贵两成啊 客人少几个 少一半以上 然后先加点做啦 就没有人 菜又贵人家都不下手啊 政府怎么样 要去意识这些东西 我会觉得这样不应该成为这些所谓的 平稳物溢价的东西 你要去着手啊 因为你这样高到那么高的话呢 你这个消费者他下不了手 真的太高了 以前差不多十年前 如果像台风天 传统市场争议就会很高 啊现在等于你 像台风天跟台风天一样 很多人都是超市嘛 而且 它的那样的价钱 会比你这边的传统市场还好多 嗯 因为每个人经货成本不一样嘛 市场是最基本的 都会到那种程度 你说 大家怎么生活